我们再看一下如何为这个超级跳这个技能添加一点生效和这个特效啊 之前要大家来下载了这个包FX Verity Pack 可以我们之前有推荐过啊 有推荐过去那个虚幻商城可以免费下载到这个特效包 它里面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打开一个特效包 打开这个文件夹 可以看到Poticles里面 里面有各种粒子的特效 有各种粒子特效 我们会推荐来看一下 好可以呢直接来使用 也可以作为商用啊 也可以作为商用是没有问题的 好下了粒子包 以后呢你再选择一个声音 选择一个声音 这个点我找到一个声音啊 找到一个这样的声音 找到一个这样的声音 当然这些声音呢你也可以去网上去找 或者是呢你也可以听我另外一 另外一门课叫做这个声音设计 你可以自己来设计这些声音 好我们把声音呢导入到了这个 导入到这个里面来了啊 取了一个名字叫做fx super jump 好导入声音呢 之前课程里面有讲到 但是这个好像太长了一点啊 太长了一点 我们看是不是可以把它 嗯OK 算是先不知道 我们先来加进去 如何来添加一个声效 和一个特效 在这个跳跃之后 跳跃之后 首先加声效 play song 我们加一个节点叫做 播放音效rd 然后选择这个super jump 选择这个super jump 这样子跳的时候呢 我们就现在就有特效了 我们点运行来跳一下特效 嗯超级跳 可以看到会有个声音出来 会有个声音出来 然后再加一个这一个特效 应该怎么来呢 嗯因为这个声音播放有点延迟 我们可以把这个播放声音 放在这个前面啊 让这个声音跳得更加及时一点 好 播放声音 然后开始跳 跳完之后 跳完呢 我们在跳之前呢 也开始附加一个例子啊 在这个地方叫做attach 附加一个什么呢 叫做深层系统以附加 OK 这个是neagram 但是呢 我们这一个 我们换一个节点啊 换一个节点 叫做attach 我们找一到 效果 组件粒子系统 然后深层发射器以附加 我们使用这一个 好 这个比较大啊 这比较大 我们把它扩开一点点 不要尽量不要挤在一起 这样会看不清楚 下面呢 是收跳 收起跳 然后这个后面呢 是首先设置跳的速度 然后播放一个音效 噗 那个声音 然后加一个特效 最后就开始跳起来 加一个什么样的特效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如果一下载这一个包以后 嗯 看看哪一个合适啊 这个地方呢 我也没有试 嗯 看看 我们可以试一下 这一个看看怎么样啊 跳下的感觉会是怎么样呢 另外 这个深层发射器附加 就是深层一个粒子系统 附加在某个上面 附加到我们的身体上面啊 身体上面 所以我们把身体拖下来 往个提 就是我们的这个人物的身体 附加到 组件 attach to component 下面还有个attach point name啊 就是你附加到骨骼的某个点上 比如说我们的右手上 左手上 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来输入 现在我们的暂时就直接附加到身体上就好了 然后这个自动销毁了要打开 好 便宜保存一下 点运行 跳 可以看到闪了一下光啊 现在跳不了 闪了一下光 我们把它缩放开大一点 然后跳 可以看到它跳的时候呢 脚部有一个特效 有一个特效 有一个特效 好 这样子呢 我们就为这个超级跳 加了一个生效 和一个特效 好